西非的伊波拉病情仍然未受控 至今有9000人染病,4500人死亡 外界估計如果再找不到防疫的方法 疫情可能一法不可收拾 正當美國高度關注防疫之際 竟然有服裝公司趁這個Halloween 推出伊波拉防疫衣服 引起外界的爭議 詳情交給迪爾達報導 大家好,我是迪爾達 美服裝公司趁萬聖捷推伊波拉防疫衣服 西非伊波拉疫情仍未受控 但有美國服裝公司竟然趁著萬聖捷 推出伊波拉防疫服裝,引起非議 這間萬聖捷服裝公司推出一套 防伊波拉防疫裝,售價79.99美元 大約620元港幣 標榜可以在派對中預防任何爆發 不少人認為不應該以疫症爆發來開玩笑 不過服裝公司認為不需要避忌 而且已經著手製作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BB衣服了 推出翌行 凌少 nhưng再次期為例 凌少ike 福 AKA